新北市的雙溪 是個純真樸實的山城 過去曾經以產媒而出名 今天這站下車來到雙溪車站 我們要在這裡探索 尋找一個有故事的人 嗨 請問一下 妳是在地人嗎 嗯 可以跟我們分享妳的故事嗎 故事喔 我們世人都很高興 做過什麼 我啊 世人就是叫金馬 那就是 妳的環境都很高興 阿姨 請問 妳願意帶我們回家 認識妳的生活嗎 抱歉 沒關係啦 阿姨的房子很軟 是的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今年66歲的賴草 現在在健身中心上班 協助整理環境 從小在有小美國之稱的 大粗坑聚落長大的她 經歷過台灣金礦的黃金歲月 現在我們就跟著阿姨的腳步 來去她家吧 抱歉啦 賴草跟先生還有兒子媳婦 還有孫女同住 不過他們今天都去上班上課 都不在家 六十七年結婚到家 我根本就是跟妳說 第一 到我們做金礦那些人 我們先生就是都常常安家過 我都去到我們上班 他就是都去那兒宅宅宅 之後就做了兩個結婚 在金礦坑旁長大的賴草 父親是金礦工人 從小就要幫爸爸準備便當 那就沒有媽媽 沒有媽媽 就跟我們阿嬤 跟爸爸生娃 我爸爸沒有再娶 還生一個弟弟 還生一個弟弟 我做小媽媽 那時候我們母親都用那個錢 就是吃飯 就換便當叫我爸爸吃金礦 我們做孩子很愛玩的 他就跟我生一個飯 跟我飯在那裡吃飯 以前的人說 人不會是先帶一半來形容礦工 以前做的金礦很危險 牠裡面如果蒸羊 蒸羊我們人就這樣 就扛出來的人 用骨的都會翹魚你知道嗎 礦場雖然危險 奈草小時候 還是會去幫忙洗金子 日米礦坑旁的都幾條 都有看金礦黃黃 就看到金礦我們就打開了 敢吃 我這裡回家就打開了 行人發現對了 這些公公的我們都煩一煩 公公的待會兒都讓警察來撩一撩 我看你膝蓋一下 跑步雞啊 我一天這樣也走一步 我看不見了 有了我都用這個 我告訴你我這麼有人生的 才有兩個人吃兩水煮蛋 還泡小麵 我小麵才沒炒的 這雞蛋沒有 敢不吃雞蛋我會這麼笑 它剛才很香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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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草熱情的要讓拍攝小組 嘗一下新鮮的水煮蛋 甚至雞蛋還在鍋子上煮的時候 他拿出了珍藏的老照片 這是我們的結婚室 嘿嘿嘿 六十七年到時候 我們六十七年結婚的 一個圓 我們以前在那裡 上班有幾個 幾個都要走下去 我們上班 他就給我們載 我們就同工凍車 他就給我們載 他說那個 那 實際 我坐車 他就會做 一個小姐就騙說 那車你怎麼不走 你怎麼進去煮車 我們那時候比較敏 他就是 叫我坐在那裡 叫別人去煮車 那個車怎麼可能不怕 他會做 那種地啊 賴草的先生 當過礦工 開貨車 現在一起在健身中心上班 一起走過人生的風雨 賴草還有一個小小的心願 我說我小了 很困難 你也很困難 我們好不容易才等到今天 這個生活 要很滿足 你年輕 我們都過兒子 那個生活也很困難 生死的兒子 過兒子也很困難 我說 這次兒子 大家的義務都完成了 我們問我們身體保護健康 等到我那裡 如果體育不做 我們兩個人帶來 油山完水 等他過兩天 我帶你來 買背包 你扮一下背包 我扮一下背包 我如果不做 還是我們兩個人來剃圍 身體一定要保護好 我們每一天 一定要保持心情愉快 健康最重要 真的 老子就是 就是 要 時間一直給他 優租回來 不可以一直走 今天謝謝賴草 讓我們走進他的生活 有童年大粗坑淘金的記憶 還請我們吃雞蛋 他的人生也像今天的天氣 先雨後晴 祝福賴草阿姨身體健康 天天開心 這一站蝦車任務成功 拜拜 再見喔 要養生保重喔 身體健康最重要喔 接下來我們要去男子車站 會遇到什麼有趣的人呢 這一站下車 下次見 請按讚或是一週刊APP 點選註冊 就可以選擇使用 Facebook帳號 Google帳號 手機號碼 或用E-mail登入 即日起加入一週刊會員 一定有 獨家提報一定有 偷拍影片一定有 好康抽獎一定有 現實免費中 手腳要快喔